今天就是台積電了對不對 全場聚焦就是 其實大家你可以注意台積電線型 他現在過高都是用跳空的方式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這是非常非常強勁的一種走法 所以你剛剛也是舉軒 我認為台積電就是什麼 無腦買就對了 為什麼呢 無腦買 因為我們不用去猜他買一點 他未來就是一定會創新高 為什麼呢 我準備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所走的AI的一個走勢 都還在什麼 企業段 包括你現在很多伺服器的部件 以及語言模型的訓練 其實都還在這個階段而已 接下來要走到哪裡 走到所謂的消費段 這個階段來講 也是需要台積電 你看像這個在AI之前 蘋果他沒有AI 但是蘋果的這個營收占品 可以占台積電兩成 所以你未來走到消費段的時候 很多AI PC AI手機 是AI汽車以及AIP一些新的裝置裡面來講的話 他也會用到大量的台積電的一個晶片 所以台積電未來來講的話 他全世界都是要靠他 所以他記憶擴散 所以台積電可以無腦的一個買進做操作 那台積電你如果不敢追的話 那我們就看什麼 台積電們 因為台積電漲的過程裡面 他會帶動到周邊很多的台積電們 開始做一個大漲 比如說像什麼 像設備 你看像3131的紅塑 紅塑就是COAS失智層裡面 那十顆那些機台設備的部分 你會發現股價也是持續上漲 我們看看他K線形態 3131 他其實最近來講的話 已經往要準備往1000元去做挑戰 他如果上1000元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第一檔上千元的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所以他如果上千元的話 相關的台積電 像6187的萬論 你會發現他也會被帶動 萬論股價你會發現到200多塊而已 但是他今天還是一樣 持續的不斷的在創高 所以設備會被帶動 設備帶動的時候 還會 什麼會被帶動 檢測 檢測 因為台積電要往2奈米走的話 他會需要到更多這個良率的提升 那良率提升的話 他材料就要做檢測 所以材料檢測需求就會很大 所以宜特最近走得很強 那另外像這個3587的紅康 我們看他K線形態 其實紅康他去年營收佔比來看的話 他日本的營收佔比佔了68% 所以如果現在台積電在熊本廠 要擴廠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機會 他現行還沒有像宜特那麼陡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慢慢持續的墊高 好 那檢測完之後 還有什麼會漲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特化 所以你看像今天4770的上品 我上禮拜講過 強勢股裡面 上品就是怎麼樣 會一直走高 你看今天上品又大漲 又創的新高 對不對 因為目前來講 很多特化都講說跟台積電有關係 其實你去查一下 實際上真的通過台積電有認證 現在開始供貨的 應該只有上品而已 再來就是聖衣 所以聖衣今天也漲上來 所以台積電在漲的時候 台積電會大漲 那台積電為什麼漲 因為AI 所以現在AI漲到什麼 我們看下一張 AI因為現在你會發現很多AI概念股 三月份又開始噴了一段 為什麼 因為輝達三月十八號 這個大會上會漲出所謂B100 B100會用到什麼 就是用到所謂的藝人散熱 因為B100的功耗都千瓦起跳 你現在氣冷大概幾百瓦 三四百瓦了不起 對不對 但是你藝人散熱這個B100一定要千瓦起跳 所以一定要用藝人散熱 所以雙紅最近股價走得很急 雙紅走得很急 我們看他這個3653的建測 建測你會發現也快一千塊了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整個B100晶片 在過程裡面 他一定會知道說高溫 高溫要用所謂的菌熱片 把他引導出所謂的藝人散熱 所以菌熱片的需求 你會發現股價也上了一千元 所以這個來講 目前看起來家人都還沒失控 都還有機會走高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這個藝人上來也上來了 那今天換到誰 今天換到很多低價的網通開始動了 為什麼 因為鄭文 鄭文說他跟法國的四大電信商合作 要做什麼Wi-Fi器的這個閘道部分 你會發現鄭文一漲停之後 送齊了這個就被帶起來 那另外來講的話 邊緣AI 你看這個我真的要佩服一下冠軍操盤手 上個禮拜 他跟各位講 今天你看原剛走勢 我們看K線型態 又創高了 這什麼邊緣AI運算的代表 難怪人家可以一千萬賺一千萬 真的是了不起 你看他前面高點都過了 所以邊緣AI運算 我覺得也是未來一個險學 那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什麼 AI PIN要開賣 AI PIN大家會想到誰 一定會想到六二三七的滑汛 那AI PIN人家會買嗎 我覺得會 因為其實兩萬多而已 其實還好 如果你出國很方便 你如果出國你去日本 然後去英國 當地語言不通 你透過他就好了 就可以跟當地直接翻譯做溝通 所以我覺得這個未來出國 大家應該都會用得到 這個功能就很了不起而且兩萬多不貴 真的我想這個應該會很多人買 那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大概四檔股票 四九三八的合索 因為傳出來他是說他做組裝的 那你看到3290的音季 我們看到3290音季的K線 3290的音季 你看 就是他這樣子漲 為什麼 因為他是達不到什麼升學元件 所以股價已經漲了兩百多趴 然後封測裡面的話 我們看到回到剛剛那張 像鈴聲 鈴聲因為是做麥克風的 因為AI PIN就是什麼 語音控制嘛 所以麥克風一定要很好 所以鈴聲最近也漲了31% 那滑訊來講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被低估 因為這個比較比較大隻一點 不太會動 這個長太多又追不下去 這個呢 有長比較多 但比來比去 他相對落後 所以他我覺得應該會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AI PIN 他其實就是語音控制 還有所謂那個手勢控制 那其實你看這個 滑訊的部分 他之前就有開發出一個什麼 毫米波手勢控制的智能耳機 所以代表他的這個產品 是可以用在所謂的這個AI PIN裡面 因為AI PIN 他就是說你在用的時候 可能環境很吵 那你又聽不太清楚 所以他需要環境降噪 環境降噪 他就是四個麥克風的陣列 高清的降噪技術 所以他擁有 再來呢 連發科現在跟搶下的META 這個智慧眼鏡有沒有 智慧眼鏡裡面音訊 就是什麼 就由滑訊來提供 因為META這次智慧眼鏡 他要講求所謂的這個 通話的功能 以及這個音效的音樂的功能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代表什麼規格會升級 所以他也搶入了 那目前來講 他上一次法師說是說 第四季客戶的庫存 去話差不多了 那你看現行 但也沒有什麼大長特長 就是沿著均線 多頭排列慢慢上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如果接下來 三月份AI PIN開賣的情況之下 這個地方搞不好 是有機會衝出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